欢迎收看屈肌头条 我是吴俊鱼大宇 与你一起看时事 我们立足香港 聚焦中国 放映世界全部视 俄罗斯国防暴少依股星期三下令 俄军要撤出乌克兰帝列百河西岸 包括战略重地喀尔虫首富的喀尔虫 以避免军队不必要的损失 以及挽救平民的性命 而在星期四 一直努力滑船俄乌关系的 土耳其总统阿尔当安形容 俄军撤出喀尔虫的决定 是积极而且重要的一步 土耳其会继续在外交上努力作出调解 另一方面 俄罗斯官方亦证实 俄罗斯总统普京 不会出席下星期在印尼举行的G20峰会 专家亦指出 这样意味着峰会难以 在俄乌战事和全球经济等问题取得进展 只会沦为象征意义的论坛 今集我们说 俄罗斯军队撤出客义重对战事的影响 首先让我介绍今集的嘉宾 全国港澳研究会会员陈杰博士 大家好我是陈杰 中华智慧管理学院院长彭云基教授 大家好我是彭云基 粤港澳合作促进会常务理事 陈宗怡先生 大家好我是Alan 结果就着这次俄罗斯撤军的决定 网上的舆论很不一 你觉得俄军到底是否败走 首先在网上大家都看到 舆论上基本上分开两个阵营 有人说俄罗斯败走 乌军就成城追击 赢得一场败奖 也有人说俄罗斯是下一盘更大的棋 我自己个人偏向相信后者 为什么呢 首先我们看看乌克兰的反应 乌克兰自己 即使在媒体上 西方媒体也好 在网上的舆论也好 说俄罗斯输了的时候 但是乌克兰的表现 是相对保守 甚至乎是冷静冷对待这个消息 他们总统府里面的人 甚至乎透过Twitter说 不相信俄罗斯在一个毫无斗争的情况下 就这样轻松地撤退 你看看如果连乌克兰都这么紧慎地 去对待这个情况的时候 我们要更加相信一件事 俄罗斯的普京不会这么无智慧地去做这件事 还有现在整个大局的掌控 依然是在俄罗斯的手上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在时间点上 尽管在之前指挥官 即是说他在11月9日宣布这个撤兵的时候 其实早于在这个时候 在俄罗斯的指挥官苏罗维金 他已经是建议普京要撤出的 但是普京为什么不立即做这个决定 而是往后呢 就是希望过完美国中期选 不要为美国拜登去助选 因为如果他在中期选之前 做这个撤出的行动的话 其实是帮拜登加分 是帮拜登在中期选上面能够赢取更多的席位 所以普京在时间点都是由他去掌控 由他去控制 所以大局我相信依然是在普京手上 还有你说他是败走 你不如再看看他之前做过什么 俄罗斯是在当地撤出居民 令到居民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 大家也要再看看 俄罗斯在当地面临的困境是补给上不足 他有一条河隔着 与其他分开两边的话 不如集中兵力在一个东岸的地方 就比如果一条桥被人炸毁 甚至乎乌克兰说要炸那个堤壩 如果他真的做这些动作的话 会令到这个地方人员伤亡会很大 与其是这样 不如先切一切 还有一个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大家知道俄罗斯现在已经 增兵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增兵的动作已经完成了 但还需要时间去训练部署 与其是这样 不如再等一等 等部署完毕之后 才集中兵力去做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我相信俄罗斯不存在说 败走这个区域 我相信他是切一切 做一个更大的部署 正如他先期为何从基库 会撤出一样 因为他的战略的调整 由基库去集中 拿四个乌东地方 现在大家看到已经公投完成了 成为了俄罗斯的领土 这是一个战略上的调整 这次我都会相信是一个战略调整 Alan 刚才杰哥不认同俄罗斯军队 就是败走 你觉得是怎样的 其实这次你看到这个 赫耳虫是二手难攻 我们注意到新闻里面 看到很大量俄罗斯居民 在一个月前已经撤离赫耳虫 为什么撤离赫耳虫呢 本来乌军想着俄军会跟他打韓战 你跟我打韓战 我围着这个州的散府 这个是赫耳虫的散府 围着这个市 你还有面子的 你四个州 我已经立了这个市了 本来拜登的想法就是 扎连斯基 你帮我在中期选举之前 搞定客业从事 那我有面子 你四个州里面 你这个主要的州的首都 都给我搞定了 这样有面子 所以正如杰哥所说 普京怎么都要死守 直至什么时候 11月9日中期选举完之后 才撤离 我面子我不会给他 因为给他面子就麻烦了 因为我不会和他助选 因为如果共和党赢了 普京还有机会跟共和党和解 跟特朗普的关系都上河 特朗普仍然在想联合制宗 还在用这一招 所以他一定不会和他助选 因为和他助选的话 就令到共和党和解 或者帮他将来 联合制宗的机会味着 所以本来一早一个月前 已经撤离了军民 是在现在才正式放弃这个事 等过中期选举11月9日 公布结果之后才撤离 但是法是什么呢 既然这个乌军的想法就是 这个州是很难守的 还有他最后一招就炸了大坡 浸都浸死了 就是用关于水染三军的方法 你还需要打的 你打韩子 我炸了大坡 浸都浸死你了 你很难搞的 炸了大坡 很难有重装备进来 重装备都死了 用水浸住 也炸了两条主要补给的桥 那就是违城了 你能进来这三万军队 打一次漂亮的仗 你刚刚招集了三十万人 九月份 突然死了十个百分比 对普京的民望很大影响 但是我不中计 最后的法就是 不如俄罗斯退出来 你看一下乌军 为什么不敢进下去呢 因为如果进了下去 就是第一 俄罗斯就到俄罗斯 炸了水壩 你进去 我炸水壩 到时你就是一身矮了 所以变成大家都是 他进去的话 他也是有限度 另外一个做法就是 既然俄军已经撤退了所有的 主要支持他的军民 还有小部分 你看一下投票都有 十三四个百分比 没有支持俄罗斯的 还有些人 乌克兰又要留在那里 但是他不当是自己人的了 如果乌军真的进了 有客户从事 俄罗斯什么 你知道现在这个 苏罗维金是什么 空军司令出身的 到时我就炸水壩 又炸你 你到时被我围住 你到时就很难走 附近那两条桥 你都炸了 你又没有补给 我后勤补给 到时我为你 不是你为我 到时是乌军的被动 不是俄军的被动 彭教授 你认为现在俄军是否形势大好 还是身陷掩地 我会从另一个角度看 究竟现在 普京 是处近在什么状况之下 因为你看到 俄乌战争的开始 普京不是想大打的 所以叫做特别军事行动 而且开始 其实整个战争 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大家都清楚 你想想 四月的时候 他跟罗拉兰谈谈的时候 很简单 你就不要进北约 我们大家就没问题了 但不是 当时英国和美国 一定不要 赵连斯基愿意妥协 一定要在这里打下去 所以之后 全部发生了最严重的冲突 你看到 当他这个 普京 开始的时候 直接派兵进去基辅 但一直走出来 又调兵去东面 刚才杰哥也说过 但这一件事 凡是一样打仗的时候 就没有任何仁义道德所说的 只有圣与败 所以当时 如果你真的要打仗的时候 而且你还有一些仁慈 有一些保留的 大家都听过了 对敌人的仁慈 就是对自己的残忍 所以你看到 为什么后来 俄军损失真的不少 这不是百分之百同意 亦所说的 我觉得 俄军是半败 不是全败 但也不是说他要赢 而且其实 他在一个半败的情况 即是说 其实他在一个地方 我觉得他犯了战事上 最大的错误 就是什么呢 当你本身来说 一是要打仗的时候 无情说了 就打下来 一松一松手 你就会糟了 如果你看到一件事 就是比武的场地里面 你就会看到 如果你对那个对手 一有人词的话 你想想 如果那个公正的话 可以了 松手了 如果你一松手 那个人就打你 你立即就会躺下来 所以我告诉你 凡是对敌人的时候 是要预防每一刻之中 他都可能对你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情况之下 在战场上 是没有任何的 这种仁义道德所说的 一定只有赢的 好了 你看到一件事 当俄军倒过来这件事的时候 拿了这四个省 其实基本上 我相信 普京最初的意愿 不是这样的 而是后来才是调配了 因为这个 这个湾南 他不肯妥协 所以变成 好了 我退而求其自 你既然不听 我就拿你四个省 拿了这四个省之后 亦都犯了 另一个很大的毛病了 第一 俄军根本来说 他本身的 兵员能力 够不够 而他其实这次 放进去的资源 最初的意愿 是不足够的 所以你看到 在一个战场上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是什么呢 攻是比较容易的 守是比较难的 当你攻 一支尖兵 插插就行了 但当你守的时候 你可能需要 很多倍的兵力 才能守得住这个地方 在这里的时候 这个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我们想说 当你拿一个地方的时候 最难搞就是人民 所以我们经常都说 得民心者 得天下 为什么要拿这四个省 不多一些呢 因为那些人 就不是那么贵民心 所以为什么这四个省 基本上都是 俄裔的人民的话 你能够管治好 能够有一些资源 可以帮你的也好 所以这四个省 拿回来是好的 好了 但当你慢慢 拿到这四个省之后 要守的时候 就要花费很多的兵力 所以你看到 拿到这四省之后 其实这个俄罗斯 基本上都是一个 防守的阶段 但经常被这个 挖进来 因为功容易 还有重要 在这个俄乌战争里面 大家都知道 战争基本上是 资源的比拼 而在这次来说 其实俄罗斯是不弱的 绝对不弱的 但最弱的是什么呢 就是它是跟十几个 二十个国家在这儿斗的 因为美国 连同他的那些盟友 一起放进去 它就放进去资源 好了 它用资源的消耗 和俄罗斯的消耗 哪一个大呢 所以变成了 这些挖南的军队 怎能够支撑到今天 是完全靠西方的资源 支撑 军事 所有这些东西 但是俄罗斯 单单靠自己的角力 其实相对之下 是弱的 你变成了这样的时候 就撑得相当辛苦 所以 在普京现在 我很同情他的情况 他真的不想打 初初 但逼得我要触手 没有法治 好了 但现在你这么多人 欺负我一个的时候 我怎样打呢 你想想 不要忘记得一样 现在普京还有一个很大的压力 是来自于国内 你想想 里面一定有很多人 在反对着他 所以其实对普京来说 他是没有选择的 一定要赢 一赢就怎样 变成了要考虑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你又硬又不够兵力 正如刚才易建哥所说 他们的新兵员 已经开始慢慢准备好了 但还未够 还有我们也提过 冬天 是对俄罗斯的军队 是绝对有利的 所以你看到一样东西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硬来 一定要退一退 即是等于我们打太极的时候 我们不会跟你斗 你一来一强 就松一松 即聚我的能力 就砰一掌 再打出去 所以我相信现在 普京 是采取了一个这样的策略 是回来就是 仰征畜 但这个仰征畜 是未必是自己自愿的 而是看到整个形势的变化 所以我说是半败了的原因 还有一件事 就是俄罗斯今次输得最惨的地方是什么呢 就是输在资讯 在《孙子兵法》里面说 其实最重要的是 用间 知己知彼这一边 是输了给乌克兰这一边 因为为什么呢 有美国整个的 整个太空的资讯 加上他们本身基本上 这些通讯系统 是比俄罗斯先进的 在这方面里面 俄罗斯相对是比较弱的 或者我也回应一下 彭教授所说的 你说是半胜半败的情况 其实你用什么角度来看 如果我这么说 俄乌这个冲突 如果只是限于俄乌的话 对于俄罗斯来说 应该是秒杀 很快就可以完结了这个冲突 也可以摆平了一件事 如果说就是俄乌两大阵营 在对壢 而搞到今天这样的局面 真的不要说半败半胜 我觉得俄罗斯是输了 但是正如彭教授刚才所说的问题 是俄罗斯所面对的 是北约的成员国 一个这么大的阵营 加上美国源源不绝的资讯上的提供 给乌克兰去打这场仗 打到今时今日的局面 不要忘记 除了军事上的支援 美西方还在经济金融上 打压俄罗斯 即是说在这样的局势之下 俄罗斯维持到这样的现状 和可以拿到四个省一个这样的局面 我觉得你不可以说他叫半败 我觉得都算是小胜 因为你要知道他正面对的 不是八国联军 而是二十国联军 这样的一个打法 当然我们也觉得俄罗斯 也有点运气 当时美西方是希望在经济上完全封锁 但因为天然气也好 射也好 国际价格是向上升 所以令到俄罗斯在财政的收入 去支撑这场战争 都是有相当的保障 所以如果在整个局面来说 我又不认为是半输半胜 我都觉得是有小胜 总之又不认输了 我对彭教授有两点 第一,究竟普京初期的动机 是不是只是教训他 就像对越战争 对印战争六二年一打完就走 绝对不是 普京一开始的动机 讲明是什么呢 去军事化 我们品尝一下他的味道 什么叫去军事化 第一句 第二,去纳粹化 他宣誓都是个道 一定要讲了军民同心 可以同身死 什么叫去军事化 什么叫去纳粹化 我们演绎了 去军事化就打趴了所有的乌军 令到他将来对俄罗斯 如果我打完就走 他都是对我威胁 令他解采 完全对我没有任何威胁 就是去军事化 一定要重击所有的乌军 将来来说 我就算我形成的疆治 代理人战争 你都要兵的 将来的兵 我一定要打趴了你们 这是第一 第二,什么叫去纳粹化 去纳粹化 就是俄罗斯在2月24日 没有战争之后 马上就搬了 久违了8年的前任逃亡的乌克兰总统 阿努科威奇 立刻出来讲话 放出来 大家明眼人都知道他代什么呢 跟谍政权 在2月24日开始活跃了 开始发表他们的想法 为什么会放出来呢 这只牌子养了这么久 养兵千日都要用 为什么开始要阿努科威奇 俄罗斯媒体内访问他 开始造势 造势重长政权 原意是什么呢 没错 乌东有两个州 原来都是顿利时音 努金斯克 因为俄裔是占六七成 是二于管治 是均民一心 而日俄公投里面 令到九成几 九十四、九十七 是合理的 这些是很容易守住的 但是为什么他要去乌南里面 萨波罗热 哈尔松 还有奥迪萨 最后一个出海位 因为他不连着乌东和克里米亚 他是很难守 克里米亚 他是靠一条克里米亚大橋 炸断了就没有后勤 克里米亚是什么 俄罗斯的舰队 海军就没有了 没有了克里米亚 为什么俄罗斯要支持敘利亚 没有了敘利亚 黑海艦队就没有出海位 根本就不是海军 所以一定要支持敘利亚 克里米亚就是黑海艦队 俄罗斯最主要有新力量 如果能够由乌东一直连到 乌南的出海位 黏住克里米亚 这是最起码的军事目的 我觉得如果最后僵持不打了乌东这四个州 顾住 最后一定要拿到奥迪萨 奥迪萨是整个欧洲出名的出海位 如果完成了这个目的的话 在地缘政治来说 乌克兰就变成了一个内陆国家 所有出口后勤各方面都需要俄罗斯 就有机会坐下来谈谈 我第一个最基本的目标一定是乌东 连乌南所有出海位 而且正正因为乌克兰有七成以上的GDP 都是在乌东 乌南里面的粮食 这是运输物流的中心点 一断了之后乌克兰什么都不是 只是一个农业国家 中间就是几乎 几乎以西就是农业国家 所以其实第一个军事目的一定是这样的 留在乌东乌南就是俄罗斯的地方 留在什么呢 留在正低的乌克兰 如果打不赢的就留在乌克兰 做一个跟北约的缓冲区 但是你看看当时美国也有两手准备 安排波兰和罗马尼亚准备参战 条件是什么 波兰的总统也说 我们本来跟乌克兰一家人 1939年 乌克兰西部的领土被苏联割了过来 波兰割了过来 这边他很兴奋 波兰将美国叫他交一些老旧战机给他 交到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基地 都不敢惹俄罗斯 直接美国说 又给他一些好处 就是说你有机会可以拿回以前固有领土了 就是说美国做了随时放弃乌克兰的准备 因为乌克兰一个四千多万个国家打不赢 我还有后面一个波兰 另外下面有一个罗马尼亚 也有部份的领土是他们的 你看乌西里面一个角度一个狮子位 对于一个攻防很难守的狮子位 如果能够将波兰向前移 罗马尼亚向前移 一部份的地方 一线一条线就像三把线一样 那就是北约就向前冲 你发觉乌克兰已经做了所有的立法的准备 立法准备是什么呢 可以容许外国人当我们的官员 法官准备是等波兰军队 罗马尼亚军队向前 而完成这个三把线 这是第二条线 对俄罗斯第一步当然是乌东和乌立 第二步基库 基库是什么呢 俄罗斯族的法源地 所以没有了基库这个乌中的地方 没有了基库的话 我们等于华夏民族黄河流域 可不可以 现在台湾都是固有领土的 黄河流域可不可以给了人家 我们华夏民族的根源 基库这个地方就是俄罗斯 和乌克兰族共同化原地 所以一定要拿回中部 最后应该是俄罗斯第一个目的是乌东乌南 第二就是基库这个民族的感情 当然可以自己移动 第三可能会跟北约形成的对峙 美国的军事基地已经在波兰那里准备了 立法又准备了 波兰随时参战 罗马尼亚在犹豫 所以你看到这场仗 美国想起来是一个持久的消耗战 不断用代理人战争 你刚才的分析很精彩 但我自己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不是这样 为什么呢 如果你是普京的话 如果我本身是真的有这样的野心 是拿这么多的 首先第一个我面对的时候 我是不是准备和整个的北约 和美国是全面开战 如果是的话 我没有理由派这么少兵去做的 因为为什么呢 只是以一个特别的军事行动 派这么少兵的时候 要去完成这么大的目标的话 是完全不够兵力的 第二样东西 你会看到当时 是俄罗斯和乌克兰 俄罗斯是很有诚意去谈的 但问题是什么呢 是乌克兰他完全不想谈 而且差不多想谈 英美说不准 没有得谈 于是之后就没有再谈了 但你看到一路来说 这个俄罗斯仍然都想谈的 我想这件事基本上 就不是说他有这么大的野心 但是既然情况到这样的时候 一不做二不休 可能一转了之后 就像你说的 如果这样的话 我就觉得有一个问题 就是普京如果要这样转的话 他没有理由不准备 再加其他的兵员 速速去支援 因为为什么呢 如果你要完成这么大的目标 你根本是不够兵力 但是你记得他最初的目标 是除了叫他不要入北洋之后 更加重要是什么 就是想解决阿速营的那群新纳粹 因为那群新纳粹的那群人 就是他们那群人 是令到乌冬这一边的俄裔人民 他们基本上是最痛苦的 所以你打来打来 令到他们死了这么多人 基本上俄罗斯是无法忍受的 坐了开战的时候 他就准备将在乌冬的俄裔人民 就将他们搬到俄罗斯的境内 所以其实想保护这群人 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他 我想他没有这样的完全的计划 想拿完这群人 但是你说得对的 既然你一不做二不休的时候 一定是这样走法 因为克里米亚 是真的比较上瓦那边 比较原空的 如果能够全部都能够拿快的 对俄罗斯是有利的 但是那个代价会很大 所以为什么又会变成了现在 我想说的半胜半败 就是这样的情况 彭教授说的 我都想过 其实我主要提出一个讯息 就是我也都找过 北约的第五条联防条例 联防条例只是限于本国 如果波兰真是伸手进入乌克兰的话 是不受北约第五条联防条例的保护 第二样东西 俄罗斯曾经提出过 如果有第三国进入乌克兰作战的话 他就会考虑用战略行务 将来他会有十几万军队 十几万军队会进来的时候 一铺青 外界普遍认为 如果普京和拜登在朱二十峰会 可以见面的话 那俄乌关系或者俄乌的战况 可能会有所缓 但是现在就说不见了 你觉得为什么会不见呢 普京不出席 资二十峰会 其实都是一个布局 为什么一个布局呢 就是资二十峰会 谁首先提出 美方拜登提出 希望尽快和普京在资二十峰会里面见面 为什么普京不出席呢 第一我们要想一下 拜登为什么在中期选举之后 突然间变了 要尽快和普京见面呢 那当然是怕普京有什么冲动 因为在中期选举之后 共和党已经说 军被撥款那方面会阻碍 乌克兰会无以为计在军事的支援 后勤那方面 第二就是 北约成员国 你美国都不给钱 我怎么给钱呢 那大家很开心 因为美国都不给钱 我不用给那么多钱 那根本的支援不足 因为美国没有带头在用 第三就是 如果这段时间 普京是有大举进攻的时候 在2023年如果乌克兰是败到一批土地的话 对他2024年的总统选举是致命性的影响 所以这个时间见面的最大目的就是要稳住普京 但是普京为什么不见面的话 逢是谈判 大家都知道 给足条件我 为什么我要见你呢 我为什么要帮你去坐选 稳住你的票员呢 而且呢 最好的方法见面就没有了一个优势 什么优势呢 战略模糊 你不知道我的底 我怎么出招 所以不见面 普京是算过不见面 比见面还可 所以不如就不见面了 杰哥 你认为这次拜普会见不成呢 会不会导致整个俄乌冲突的局势 没有了一个缓和的机会呢 G20 如果普京去跟拜登去见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说 俄罗斯是处于一个比较劣势的 我刚才也说 我不同意教授说的半胜半败 但我始终觉得是小胜 尤其是在G20这件事里 更能够反映出来 我不见你 即是说我没有求于你 如果我肯跟你去见面 也叫做家家有求 如果我不见你 也就是说 我不需要去求你 现在是你求我更加多 现在我们看到整个俄乌的冲突 打到这一刻 其实真正的 叫做在这里有参与角色的 很老实说 就是俄、美、中、欧 这四大阵营 叫做有四的 跟你乌克兰一点关系都没有 乌克兰到最后的结局 就被人打得起巴烂了 这个国家已经烂了 没得搞的了 你连停不停 由一开始 与不同俄罗斯谈判的决定权 都不是你泽连斯基 是英美去划事 到这一刻一样 而且到现在 在共和党 今次的选举上 叫得势 虽然不是大胜 但已经对拜登政府 往后批钱 各方面 造成相当的压力 这件事 普京是看在眼泪的 如果对普京来说 共和党想抬对 他来说会更有利 因为始终共和党 都是希望能够集中精力 去对付中国 希望俄罗斯可以 稳住他那一边 所以如果是共和党上台 对他有利 所以现在 普京也看到 这样的趋势 他不急于 立即说 终止这个战争 所以现在不只是说 美国想打持久战 俄罗斯可能也想打持久战 因为拖到你美国大选 对他可能更有利 而且现在这个情况 俄罗斯看到的是 德国已经开始访华了 欧洲国家已经看到 你美国靠不住了 天然气卖四倍价钱给我了 我和你打起前线 然后你没有支援之余 还要拿我的好处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下 再这样下去 真的和你一起玩的国家 我说在欧洲 没什么了 你还可以玩吗 你又不出钱 你不出钱 又叫我出钱 又叫我出来 这个世界是没有这样的 所以到最后 你说谁想打持久战呢 我觉得现在 真是俄罗斯 是不急于去终结这件事 所以大家看到 在这次下雨虫地区 他为什么 他可以先退一退 你先退一退 他先退一退 不就先部署好 我部署好 我不求这个地区 即时和你决胜负 我宁愿退一退 我布局好了 我有把握了 我重整旗鼓了 也知道冬天对我更有利 也知道冬天这条河会结兵 我到时的补给 会更暢顺了 我现在何必跟你硬碰呢 尤其是现在我切到河的东岸的时候 那补给问题就留给你乌克兰 是你要去面对补给问题 不是我了 整个局势 现在我会觉得 对俄罗斯 是很有利 所以俄罗斯 普京 他不去G20 都是很理所当然的 他不急于去表态 所以整个局势 教授 我始终觉得 俄罗斯是小胜的 其实现在整个形势里面 就是 普京不去是很正确的决定 因为你想一想 逢是两国的元首见面 通常来说 都是由他下面的下属谈谈 谈谈 谈完之后 我们如果见面的 会讲些什么呢 还有讲些什么 最低限有些什么可以妥协 有些什么可以谈的 其实已经全部有了这些福稿 然后最后 两个元首是真正去谈的 而不会说一天来到 我两个经历 下面的人都完全不知道 我不是很相信这些 但你看现在的形势里面 而俄罗斯和美国 根本就没有做这些事情 虽然他们的国防部长 大家都好像联络过 但问题来说 我相信未去到这么细节的情况里面 如果当那个人未准备好的时候 两个元首见面 其实那个效果都不大 因为中间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是能够要澄清才行的 还有你看到 G20是什么呢 其实绝大部分 都是这些西方的国家 他们全部都是那些人 你想想如果普京去到的时候 其实去到的话 基本上在这样的圈子里面 他所受到的待遇是怎么样 是不是 所以在《中国文化》里 一句话说得很好 他说 君子不作欲身之行 你去到 见到个个人都是对你不好的 那你想想有什么人呢 那你想想 如果你作为一个国家去到的时候 你就要拿一些真真的 拿到回来的东西 那你去到的时候 还被人藐视你 漠视你 你想想 这样的情况就是去来做什么 而且就是 杜杰也说了一些很好的 就是说 根本现在你看到一件事 索尔斯和马龙都希望 准备来访问我们中国 索尔斯做了 有很大的收获 好了 那你想想一件事 就是说整个欧盟 已经开始有些松动的感觉 那你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对普京是有利的 所以 为什么时间 是站在在俄罗斯方面 那我相信一样 大家现在越来越多人 开始明白了 俄罗斯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相信 同情俄罗斯的国家和人 是会越来越多的 那我相信一件事 好像在这个欧盟里面 你也看到有些国家 已经开始了 不行的 我也是和俄罗斯 都是保持很好的联系 还有我根本已经停止了制裁 那你看到这件事 去到慢慢发展的话 俄罗斯的朋友 是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普京为什么现在这么心急 要去做一件事 我同意阿杰哥所说的一件事 就是说 他已经准备了 真的和你长远斗争 为什么 他是没有选择 他一方面是希望可以早日完 但是问题 这件事不是他的议员可以做得到 所以一定要准备好 就是最坏的打算 长期和你斗争 会怎么样 那最近这个 烏克兰 为什么会好像很厉害 其实很简单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 就是因为拜登的中期大选 因为大选一定有很多筹码 所以为什么 这个烏克兰 就一定要能够拿到 很多美国的资源 就能够可以 打到俄罗斯 有些好像败仗 这样的情况之下 所以他就能够可以支持 我这个决定 支持这个烏克兰 是非常正确的 所以你看到我现在 多有多有成绩 但是烏克兰 还不是说真的 那么生性 所以变成了 现在最低限度 那个中期大选已经过了 那个陈埃已经落定了 你看看 那个众议院已经输了 参与有少少 还可以 大家看看怎么样 如果这样的情况之下 其实拜登的形势已经清楚了 普京就看到这样的情况之下 正如亦哥所说 共和党对他有利点 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 不如我再等等 看看你拜登怎么办 所以教授 你是不是都会支持我说小胜 然后慢慢会绝大胜 我都希望是这样 我都希望是这样 听完今集之后 似乎这个冬天天气冷 但是战火热 今集我们先讲到这里 我们下集再见 最后最后 记得订阅我们屈基TV的频道 留言 赞好 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 我们下集再见 在这里 有没有 一点点 免得 对 我们下集见 我们下集见 这个小胜 是 好 我们下集见 的 是 有 我们下集见 这